外边客观的难 财富的得失算是一种 我财富缩水了 别这么想 这么想会苦 那要怎么想啊 还好还有水在 虽然说了还有啊 那毕竟是少了 你老这么想你老苦了 他已经减少了 你必须要让自己看到希望 才不至于 把自己的感受期待 都给陪进去 玄奘大使 西行路上 有一次 跟着一群商人 路过丛领一带 被打劫了 那不是有护法神的吗 也可能护法神故意的 被打劫了 随身物品全部都没了 这些商人就痛哭 不疑啊 活不了了活不了了 我们回不去了 大使看他们这样 就说 扬面大笑 别这商人糊涂了 师父你也什么都没了 你怎么不哭啊 师父就说 我干嘛要哭啊 我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啊 哦 师父你还藏着宝贝啊 在哪里啊 大使就说了 人之大宝 何必这么沮丧呢 这群商人一想 也对啊 哭也没用 再把命搭上 那真亏大了 然后大家又打起精神 继续往前行 有人说这是自我安慰吗 各位 成功的人都懂得自我安慰 不懂得自我安慰的人 活不了太久 一点小事会把自己气死 还能活得久啊 懂得自我安慰的人 叫不为难自己 要善于平衡自己的心境 那在社会上 各行各业的精英 都必须要具备 这样的能力 一点小小遭遇 就把自己困住了 甚至就把自己半岛再起不来了 再全面的能力都没用了 所以外在遭遇 我们不去管它 不是故意要去创造灾难 但有些遭遇是无法回避的 也没什么大不了 遭遇我们无法左右 但心态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能够这样去理解 这样去用心 这可度 大部分苦恶 一切保留点余地 大部分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小部分过不去怎么办呢 总能过得去 那小部分还在后面 先把眼前生活中这些苦恶 一一地化解 咱们再语一步 引证